2月21号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母语日 民间团体台湾母语联盟 正式号召各地的店家加入一项活动 那就是民众来消费的时候讲母语 店家就会给你打折扣 说台语有什么好处 来消费说台语有大折 不过在很多人记忆里说台语是要罚钱的 为了鼓励母语州说母语 台湾母语联盟正在号召店家串联 用母语交易就给客人打折 折扣由店家自订 不只这家修皮鞋店响应 这家眼镜行老板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本身父母亲讲母语 然后小孩都不会讲 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台湾母语联盟表示 2月21号是联合国订的世界母语日 这个公台语 小合力的活动是2月25号到3月3号为期一周 而响应的店家也会贴上这个标志 联盟表示提升各族群的语言地位 靠学校一个礼拜一次相读语言教学是不够的 创造使用母语环境应该从生活开始 这个活动是第一步 也希望更多店家能响应 记者许康兹许正俊 台北报道 你晓得吗 听障朋友读纯的时候 如果国语台语夹杂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方便的哦 而大多数的听障朋友 读纯还是以国语为主的 今天我们先来学学台语要怎么比呢 台湾的台 加上用注音的与首语来代表语 台语 而国语的比法是这样比的 国语 用球体来代表一个国 加上语的首语 这样您学会了吗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新闻是 彰化的方韵国小 有期成的学童是来自经济弱势的家庭 学杂费在开学的第一个月 往往缴不出来 虽然有热心的地方团体伸出援手 但是长期的问题仍无法解决 拿出课本写习作题 小六的张小弟如果没有在学校做完作业 回家也几乎不可能做功课 妈妈要出车货 没有钱可以赚啊 所以就去吃方面了 所以你功课还有认真在学 应该有 有些不会的就 随便实行 爸爸要雇年迈的双亲 家中经济全靠新移民妈妈来赚钱 生了病孩子就只能吃泡面度日 像这样的孩子 在张小弟的班上很多 隔代教养的爷爷奶奶 看不懂汉字的新移民配偶 还有无力照顾孩子的单亲爸妈 经济弱势族群 在彰化的方院国校就高达七成 他们这边联络部没有签的是 几乎都是这样 就算是爸爸妈妈的话 他们因为都靠海 所以他们早上都要去 那个采那个鹅啊 所以他们很早就要出去了 所以孩子后来去 他几乎都是 就是在外面闲逛这样 方院国校有高达四成三的学生家长 是新移民配偶 而且在新移民族群中 也算是较弱势的一群 再加上方院地区靠海 逃海为生的父母亲 看天吃饭 当地最大的庙宇决定资助 这所小学六个年级 一百八十名学生 一整年的代收代办费 主父母本身不适智 那在妈妈如果是外配的话 她也是没有办法看懂汉文 那所以在许多 学校政策的宣达 还有学生学习的辅导方面 就比较不足 所以学校在这方面的话 可能要会肩负起家庭功能 这部分 经济上的困境 学生在学业上 家庭几乎是帮不上忙 这是方院临海存落的普遍现况 学校能做的就是建立拉住 每一个想努力的孩子 庙宇捐助六十多万 解决了孩子们一时的困境 但是彰化临海存落 弱势学童的救学救养问题 工部门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 还是很有限 世界知名的米其林旅游指南 即将在下个月 出版英文跟法文版的台湾旅游专书 各地总共有38个景点 被列为推荐必游 观光局期待 这本旅游书可以吸引到 更多的外国背包客 来探索台湾之美 复古的楼阁建筑 小桥流水 还有绿头鸭汁在游过 风格别具的板桥林家花园历史建筑 就连非假日也吸引不少民众造访 那个前台楼阁台 那边看的都是绝类植物 花花草草一砖一瓦都有故事 不只国人连外国旅客都很爱 这回更被世界知名的米其林旅游指南 评选为三颗星必游景点 跟故宫台北101并列同样的新等 员工都非常开心 我们的很多的志工伙伴 他随时看到各国游客来 我们就会主动过去说 有没有什么需要导览的部分 所以其实真的不知道 怎么时候他们来密房 米其林旅游指南的台湾专书 包括台湾最南端的墾丁国家公园 嘉义的阿里山 以及落日美景和老街著名的 北台湾淡水等38个景点 都是米其林指名三颗星必游景点 米其林团队不只明察暗访 对景点做出包括服务的综合评选 更重视每个景点的历史背景文化 米其林制作地图和旅游指南 已经超过100年历史 这回出版的台湾专书 将有英文版和法文版 预计三月份上市 除了景点 台湾最有名的特色小吃 书中也都有详尽的介绍 已经看过样书的出版社透露 内容不输给台湾坊间的旅游专书 预计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观光客 记者综合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最近睡不好 脸上都长痘痘了 手语的结构是 晚上 睡 不够 翻来覆去 脸 长痘子 在长痘子的部位 用食指扣住大拇指 然后大拇指弹出 这样就是长痘子的笔法了 最近睡不好 脸上都长痘痘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